夜沉脸色凝重并没有答话 这个轮回之盘别人以为是法宝 但实际上是六道神通演化 别说悲惨大帝了 就算是真正的圣祖境一层天高手 在六道轮回的镇压下都要被瞬间斩杀 不会有丝毫存活的可能 不过这是夜沉的最终底牌 耗力实在太大了 自然不可能轻易动用 甚至他做好了准备根基受损 受伤严重 甚至陷入生死之际 他没有选择 轩原墨爷太强大了 根本不是现在的他可以抗衡的 终于 足足十万把飞剑 带着恢弘的星帝耗燃器 悍然爆杀而至 一把把飞剑狠狠地斩在了轮回之盘上 极其滔天的震荡 一缕缕剑气被轮回气息碾碎 但飞剑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足足十万把 简直是无法无天 在滔天飞剑的冲击下 夜沉口吐鲜血 瞬间受了重伤 夜沉 夜宾王 你不要死 子宁和几林失声惊呼 连连催动轮回悬碑的力量 为夜沉补充气息 但轮回之盘耗力实在太大 夜沉紧咬牙关 却感到难以支撑 在一把把飞剑的冲击下 内脏震荡 身躯几乎爆裂 终究是蝼蚁 岂能阻挡我的逆天剑流 轩原墨也眼眸冷漠 夜沉这个法宝 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没有鸿蒙气息 但比鸿蒙质宝还要厉害 他完全看不透 但在绝对的境界差距下 一切法宝神通都是虚妄 他十万把星帝飞剑斩杀下去 夜沉最多挡住一半 另一半却是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 直到天地念 六破 漠然 一道赤鹤声冲天而起 就见一个乘着黑色灵兽 带着朦胧面纱的少女 破空降临天道宫山门 少女掀手一挥 天空之上 锐气滚滚龙吟惊天 九条神龙拉着一架天地碾车 带着碾破山河的气势 轰隆隆地从天而降 天地碾车撞在飞剑洪流上面 顿时一把把飞剑溃散爆灭 化作流光消散 是你 夜沉抬头望向天空 那面纱少女正是绝寒地宫的公主 抱歉 我来晚了 卫影降落而下 来到夜沉面前 一掌抵住她的后背 将自己的灵气也全部地灌注进去 夜沉得到卫影的灵气滋养 顿时精神大振 轮回之盘再次绽放神盲 抵挡着飞剑洪流的冲击 而那滔天的飞剑洪流 刚刚受到极到天地碾的冲击 已经溃散了许多 夜沉的压力大大减弱 靠着轮回之盘 最后居然真的挡下了 轮回之盘力量耗尽 随风飘散 而那十万把星帝飞剑 也彻底地消失无踪 夜沉内脏剧烈疼痛 再次吐血 虚弱到了极致 这次动用六道轮回法 她遭受的反噬实在太大了 没事吧 卫影搀扶着她 俏脸也是微微苍白 刚刚使出急到天地年 再灌注灵气给夜沉 她也是消耗巨大 谢碧王 你不会死吧 几灵看着夜沉吐血的模样 眼圈通红 只怕夜沉熬不过去 放心 你还没长大 我怎么会死呢 夜沉微微一笑 捏了捏她的脸蛋 但是全身反噬之痛 她不敢过多地表达 现在的她太痛苦了 宛如烈火在体内燃烧 尸骨之痛 甚至会不会对根基造成不可磨灭的损伤 都不清楚 几次青下若雪 紫宁小白都围了上来 脸庞都带着担忧的神色 而严坤夜灵天等人 却是劫后余生 说不出话来 居然能挡住我的一击 有点意思 远方的天空 轩辕墨也看着这一幕 微微地眯着眼睛 她却是没想到 夜沉等人拼命抵挡 居然真的挡住了她的飞剑斩杀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还能不能挡住第二次 轩月末也大手一挥 浑身气血滚荡 十万把飞剑瞬间铸造而成 一缕缕星地浩然气灌注在飞剑之上 滔天的飞剑洪流再度形成 什么 看着这一幕 夜沉脸色顿变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底牌齐出 拼尽全力 才勉强挡住轩月末也的一击 自身彻底陷入虚弱 她以为轩月末也也是同样的虚弱 但没想到轩月末也实力雄昏 刚刚的攻击只是耗费了一点灵力 她的气息依然磅礴滔天 没有一点虚弱的模样 轩月末也的境界居然嫌悍到这个地步 这段时间 难道溺烈鸿芒 突破诸多 几次轻也是愣住了 没料到轩月末也气息如此绵长 这家伙还是人吗 卫影头皮发麻 圣祖境后期的实力 原来居然这么可怕 毫无疑问 轩月末也的境界 已经无限接近上界 她只差一个正道的气机 就能彻底突破 飞升到上界去 叶辰等人人数虽多 但和轩月末也相比 境界差得太大了 楼椅班的存在 没有丝毫迎面可言 想战胜轩月末也 除非我能镇压蔑士大捷 剿灭天魔大军 有大气韵大功德加深 逆天改命 否则没有丝毫机会 叶辰脸色无比凝重 轩月末也的锋芒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可怕许多 完全不能抗衡 除非蔑士大捷 他能彻底镇压 产凭天魔大军 得到天大的气韵功德加持 一举逆天改命 才有战胜的可能 但今天 轩月末也不会让他活着离开 行地飞剑 杀 轩月末也爆喝一声 大手一挥 滔天的飞剑洪流 再次地暴杀而出 这一次没有轮回 支盘气息的阻挡 满天飞剑破杀 速度快如流星闪电 几乎是瞬息间 就杀到了叶辰等人的面前 叶辰 几四青 卫影 几林 叶灵天 玄天机等人 脸色皆是苍白 在如此恢弘的飞剑洪流的碾压下 他们宛如蝼蚁般渺小 都要被彻底斩杀 修罗 名神斩 但突然间 一道惊天动地的震吓猛然响彻 只见一道漆黑的刀光 带着滚滚修罗气息 悍然斩向了轩月末夜 够好 轩月末夜脸色顿变 这一刀斩杀极快 他猝不及防之下 压根儿没有抵挡 顿时争的一声 刀气斩在他身躯上 发出金戈铁马的金属颤音 圣祖庆后期的肉身 比天外精金还要强悍 刀剑斩杀上去 便如斩机铜枪铁壁 蒸蒸有声 无尽气流涌动 深夜末夜张口喷出一道鲜血 夹杂着些许碎片 这一刀虽然没有破坏他的肉身 但刀气太过凶狠 震荡内脏 顿时让他受了内伤 他气血震荡之下 那十万把星地飞剑 顿时溃散而去 彻底地化作流光消散 夜晨一行人死里逃生 看着漫天飞剑 沦为点点星光流营 脸色皆是恶然震撼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向天道宫山门 刚刚出刀之人正是墨血鸣 他本来遭到轩月末夜飞剑斩杀 重伤垂死 炎炎一息 但此刻他却缓缓地站起身 身上绽放着一层层的修罗魔器 无数魔器翻腾间形成了一层漆黑的角质层 宛如铠甲一般覆盖在他的身上 他的额头上也生出了修罗独角 眼眸变得一片血红 一把魔器凝炼的战刀紧紧地握在他的手上 刀锋伶俐 此时的墨血鸣已经彻底化身修罗 他身旁不远处 那一座修罗化血宫不断地坍塌不断崩灭 无数阴魂豪哭轨迹充电 这修罗化血宫乃天宫无宝之一 就算是轩月末夜的星帝飞剑都不可能摧毁 但现在整座宫殿却在坍塌毁灭 大量汹涌的魔器不断席卷而出 往墨血鸣身上凝聚而去 陷祭 墨血鸣 你敢陷祭修罗化血宫 这是你的本命法宝啊 见状 轩月末夜失声惊呼 彻底震撼了 显然 修罗化血宫遭到了献祭 不断地崩塌暴灭 所有灵气都灌注到了墨血鸣的身上 本命法宝你都敢献祭 你就不怕凡事 轩月末夜深深动容了 所谓本命法宝 就是相当于性命的存在 墨血鸣献祭修罗化学宫 等于献祭了自己的性命 你寿命枯竭 真缘已失 你剩下的寿命不会超过一年 一年之后 你必遭反噬 肉身崩灭 魂魄坠入冥府 生不如死 永生永世受炼狱之苦 轩月末夜万万没想到 墨血鸣这么疯狂 拼着永世受难的苦楚 也要献祭修罗化学宫 这一下 墨血鸣彻底蜕变 修罗化学宫的能量 全部汇聚到他身上 他的伤势彻底复原 跌落的修为也全部恢复 轩月末夜 能够斩杀你 我永生受苦又如何 墨血鸣眼眸凶狠 覆盖在他身上的修罗铠甲 一层层的魔光绽放 他手中的战刀 也是炸出了一片片璀璨的符文 锋芒凌厉到了极致 修罗鸣神斩 下一场 墨血鸣化作一道黑光冲天而起 旋即灰刀爆战而下 修罗化学宫彻底破碎崩灭 滔天的魔器 全部灌注到刀身之上 这一刀黑气滔天 极致耀眼 比刚刚不知厉害多少